你想了解你的前世 预观你的未来吗 你想亲眼见到你的前世遭遇吗 我今生为什么会遇到他 今生的他跟我在前世为什么牵手 又为什么分离 我的情感 婚姻为什么那么曲折 总让我痛心 我会平安度过眼前的难关吗 把你的问题交给两位大师 乙丹和鲜鱼大师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观众朋友 下午好 现在是下午的5点22分 欢迎来到我们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那么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嘉宾请来的是 ET卡拉OK的representative Jerry Chen Jerry你好 欢迎您下午好 今天我请Jerry来 因为Jerry是做卡拉OK这个行业的 当时我就想说 这个卡拉OK当然可以说是年轻人的一个非常喜欢 尤其是在晚上 他们可以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在我们多伦多卡拉OK这个行业 可以说也不是一个新兴产物了 而且竞争还是非常的厉害的 我们的ET是在7月11号这个月刚刚开业了 所以我就想你们在开业之初 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比如说竞争的压力会不会比较大 首先我想说的是对于目前娱乐行业来说 整个娱乐产业还没有处于一个饱和状态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机会 那么针对这个机会呢 那我们也推出了我们自己相有相应的各特色 来针对这个产业进行一个推广化 那么我们ET卡拉OK呢 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呢 我们想推出的是一种个性 想推出的是一种休闲 舒适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想带动的是整个娱乐产业的新潮化 因为我们那儿有一个现在目前多伦多唯一拥有的一个技术 是桌面感应游戏技术 哇哦 对 然后我们的像我们的设施呢 我们的占地面积是6000尺 有14个房间 我们的大房呢就是party room有两个 大概可以容纳25人到30人左右 像中房的话我们有4个 我们的中房可以容纳人数是在15个到18个左右 像小房呢 我们大概有6个 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14个 因为就是根据客人来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房间 我们就给他们什么样的房间 但是相对于小房来说 我们是会比其他KTV要大一点 我们的小房能够做6到8个人左右 嗯 那么Jerry我刚才听到你说 你们觉得这个整个是卡拉OK的行业 其实还没有饱和 那我理解的说这个饱和除了一些 比如说数量之外 你们是不是觉得比如说在这个行业中 你们的竞争对手也有一些 可以改进的地方 正好是让你们抓住了 然后可以做得更好 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也有这个意思 毕竟娱乐行业我们是属于一个服务产业 像据我们 我自己也出去玩 我自己也出去娱乐 我们就会吸取一些别的地方 别的KTV做的不足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紫上边家喻改进 对 然后像我们主张的理念不是奢华 反正就是轻松休闲 就这样 那我刚刚其实跟你私下聊 我听说我们这个好像这个卡拉OK 每一个房间都会有自己的Washroom 可以就是非常的人性化我感觉 而且整个好像是完全是一个数字的一个 比如说屏幕啊 或者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对 我们14个房间呢 我们每一间房都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卫生间 也就是说方便于每一个客户来使用 然后像我们每一间房 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桌面感应的游戏机 就是每一个房间都有 不管大房也好小房也好 我们是都有的 就这么多吧 其实呢 作为一个卡拉OK这个环境的舒适 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了 那么但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来到这里 还是为了要一盏歌喉的 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一点的人 他们更在乎的是 在这个卡拉OK能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歌 那你们在这个歌曲的曲目上安排 是怎么做一些调整安排的 像我们现在的KTV系统 是属于今年年初最新的用于夜总会的KTV系统 我们现在的歌曲库有7万首歌左右 我们会在8月初再加进2万首歌 到我们的歌曲库里面 如果这个和同行业来相比的话 比如说差不多9万首歌已经比 比如说同行业的要多很多吗 这个数字 其实每个行 就是说每一家KTV 其实作为一个广告来说 都会说我们有几十万首歌 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歌 是很夸张的一种 是很夸张的一种 但是像我们的话 我们就是说我们有7万 有7万 我们就有7万 我们不会去说去夸大那个数字的 为了吸引 实实在在的 对 为了去吸引一些客户 没有必要那样 说到这个新歌呢 可能年轻人比较注重了 因为有一些他们喜欢的歌手 出了新歌以后就会马上去学 但其实唱KLOK呢 还有一些中老年的一些观众吧 或者消费者吧 那他们比如说想去找一些 可能多年以前的这种老歌 不知道在你们这儿能找到吗 我们那儿的歌曲库目前来说 就是说您提到的老歌 我们应该是一些非常有名的老歌 我们都会有 但是与此同时呢 如果客户需要加歌 我们已经在每一间房间里边 设置了一个歌曲增加的那一个小册子 如果你有想要的歌 想要的歌星 你就要在那个上面留下歌星 歌曲名 我们都会为您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首歌加到我们的歌曲库里 那其实我想问问你了 刚才我们聊了 你们整个的这个设备是数字化的 然后装修是很人性化的 然后歌曲也非常的充足 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呢 我就想 哇 环境这么好 是不是消费很贵呢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你们这个价格定位上面 是有什么想法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 可能大部分消费者都会想 这家新开KTV房间那么大 每一间都有厕所 然后又有这个多伦多唯一的桌面游戏感应技术 应该收费肯定会很高 但是其实我们的收费呢 是属于一个average 就是一个很平均的水平 跟其他KTV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价格 对 那我觉得这个 我刚才跟这个Jerry说呢 他说呢 因为他们7月11号开业以后 开业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其实更主要的是 经营这个happy hour这个时间 让大家去有一个免费试唱 是不是 但是其实在这个happy hour 比如说2点到8点 8点以后 他们也会有一个试运型 那么这个试运型的费用 目前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就是说 针对于我们后半场 就是属于晚上这一场的话呢 像客户来的话 最近我们都会推出打九折的服务 对 就是说 不管您是谁的朋友也好 我们都给你一个九折 然后像吃的上边 我们会逐情给你免单 对 会赠送给您吃 那么您这样做 就是这个试用型 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比如说 出发点是什么 希望在这个试用型中 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报 我们目前属于适应阶段呢 主要是想 得到更多一些 我们顾客的一些反馈 比如说我们哪做的不好 我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提高我们自己本身的不足 去反馈于我们的顾客 给他们一个相应良好的一个反馈 那么这个 大家如果一会儿 可能会从这个屏幕的右下角 看到他们的这个 EK的地址 那地址如果在多伦多 熟悉多伦多北面的观众朋友 一看到这个是在Hive 7上 在这个Commerce Gate 那么在这个Plaza呢 其实也有一个 我不讲名字 但是非常著名的一个 卡拉OK听 而且他们的这个两者 是距离相当近的 那我就想说 就是你们为什么有信心 可以跟他 跟你的同行 在这么近的距离 这样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竞争 你们不会觉得 他们会把你比下去吗 或者你们的优势在哪 觉得 目前来说 我一点都不担心 这种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 我们提供的是一种质量 比如说你在同样的 在两家不一样的KTV消费 你在 但是我们提供给你的 是更大的环境 更好的服务 我们有更高 更先进的技术 那我们的优势就是在这 所以说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那做推广 推广不出去 所以说就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 首先选择了这个地点 就是有一种 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所以确实是因为 有很好的一个后备的力量 很好的一个团队 很好的硬件 所以我相信 你们真的是非常有信心 那么这个Jerry跟我们说 他们从7月11号开业 一直到这个7月的31号 是不是 都是一个试运行的期间 那今天呢 是29号到31号 还有两天的时间 他们会有一个这个 happy hour的免费 免费的一个happy hour 那么从下午的2点到8点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刚好跨越了 一个长周末吧 所以如果之前观众朋友 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不妨呢 赶快去他们的这个 ET呢 去感受一下 这个人性化的 很新的功能的一个卡拉OK 带给你的所有的愉悦 而且呢 他们下午2点 这个2点到8点 happy hour呢 是可以19岁以下的人 是来进入的 因为呢 他们在这个时段呢 是不受酒的 对不对 但是晚上的时间 就会回到正常了 对 好 再次感谢Jerry来到我们这 也祝你成功 谢谢主持人 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年轻人 首先有信心 而且对自己的未来 就是这么有把握 同时呢 也给我们多伦多的市民的生活 增加了一个更丰富的内容 我们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主持人 谢谢你支持我们采访 谢谢 好 我们一会再回来 谢谢 谢谢